好在这里中我们将场景中的这个游泳池的水面再做一下最后的一个调整 然后将场景中的明暗关系 太阳的一个亮度 再做一下最终的一个调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的过程 在这里中我们来学习一下水的这个材质的一个创建 好在这里我们首先确定一个视角 在创建之前我们首先在它的下面创建一个贴图 让它反映池底的一个材质 我们在它的一侧绘制一个面片 将它作为池底的一个材质 给它添加一个模拟 可以添加一个这样内型的一个地砖 将它大小调整一下 然后将它的位置调整一下 放置在这个池子的下方 好 好 咳 好 好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将它放置好了 这样我们通过上面的这一个材质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地砖 我们可以使用它自带的一个纹理 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 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我们重新创建的一个纹理 好 将它的颜色做下调整 透明度调整一下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填建以后是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给它填建一个文锐的材质 好 还有一个折射层 在这里我们在它反射层的基础上 再给它增加一个反射层 这样才能够做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好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反射层中 将它的菲尼射参数 调整为这样一个残层值 在这里 第二个反射层中 调整的稍微大一点 然后将它的这个光速度 调整为一个脚大的数值 好 反射层就调整完毕了 在它慢反射层中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 来创建不同的这个水的颜色 然后在折射层中 我们将它调整为水的一个角色 在这里将它的这个透明度 设置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不能将它的透明度设为一个纯白色 这样就不真实 好 我们看一下调整后的一个结果 好 它已经有了一些水的特性 在这里我们为了表现更加生动的水的效果 我们在它的凹凸贴图上面 在这里给它增加一个造部的一个贴图 我们主要调节它的整幅和它下面的这个大小 整幅是调节一个垂直方向的一个起伏的一个高度 大小是调节水平方向的一个起伏的一个高度 这个倍增值是它波浪的一个起伏的一个大小 好 它默认倍增值是一 我们在这里设置为二 来看一下调整后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在这里添加一个凹凸贴图以后 它这个材质球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带有造波形式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调整完以后来渲染一下 好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将它这个尺寸改小一点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这个自适应 然后它的采样稍微高一点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反射和折射 所以它其实速度会变得很慢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调整以后 它水面的波纹起伏不是很大 我们再将它内部的一个照布的参数修改一下 来看一下增加它的波纹的一个起伏以后 它的效果 好 增加它的反射 还增加一点 在这里将它的照布的倍增值增加 然后将它水平方向的一个大小调整一下 好 垂直方向的这个波纹高度增加一点 好 我们将它调整以后来看一下 可以先在这个预览中看一下 调整后的一个材质球的一个变化 好 这是我们调整后的一个材质球的一个变化 好 为了加快我们测试渲染的一个速度 我们将它的水样 调整一下 好 在这里还没有渲染完 我们就可以看到水面的波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起伏 好 经过我们的调整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水面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真实的效果 最后如果 不满意的话 可以将它的这个造波的幅度稍微降低一点点 使它产生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游泳池的水面 好 最后我们再用一个材质覆盖的一个方式 将它的光线最后收藏一下 我们再用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游泳池的一个游泳池的水面 这里可以将光线的桥度还稍微加强一点点 让最那样的地方达到一左右就可以了 程度稍微增加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强度增加的太大了一点 有点发白了 好 这样基本上差不多了 因为这上面是玻璃的一个材质 当我们使用场景中的材质渲染以后 它的颜色的浮点会相应的降低 好 这就是我们最后调整节奏的一个测试 最后输出的时候 将它的输出的这个尺寸的大小修改一下 然后 图像的采样器采用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方式 在测试的时候使用一个固定的笔记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发光贴图 将它的最小笔记调整为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笔记调整为了 对于这种笔记调整为了 对于这种笔记调整为了